1月23号,武汉关闭离汉通道以来,部分台胞反映,因工作家庭需要,希望能早日返台。 2月3号晚,首批200多名滞留武汉的台胞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民航包机返回台湾。 当天下午4时许,从武汉市各区专程运送台胞的大巴车陆续抵达天河机场T3航站楼前,每辆车上均配备医护及车辆消毒人员。 独自回台的台商王义琪对中心社记者表示,很多台胞都很关心武汉的情况,并透过各种渠道捐赠物资。 很多我很多朋友都有捐,透过各个管道,从美国来的都有。 都在关心武汉的地方? 是是是,一家人怎么不好关心的呢? 他认为,武汉封城对于抑制新冠病毒向外传播的力度是很大的。 许多台胞本身是年前到武汉来旅游,由于突发状况而回不去,使得他们的家人担心,想回去也正常。 台湾一些媒体没有记者在当地,可能了解实际情况不够。 带着两个孩子准备返台的刘玉莹,1月18号来汉探亲,五天后因封城滞留。 因孩子要上学,她希望早点回台湾。 她说,从跟武汉市台办联络,到得知有包机的消息,再到城际离开,整个过程较为顺利。 阻击湖北的刘玉莹表示,不会因为这次疫情导致以后不敢回来,武汉是自己的家。 一定会回来的,而且我觉得这次武汉面对这个疫情,她其实处理得很好,对,大家也都很配合,其实我想说武汉加油。 同样来汉探亲的王女士,是从远在美国的儿子那里得知的包机消息。 在武汉亲戚的帮助下,她将自己的台包证号等个人信息提交,几日后收到通知可于三号返台。 疫情过去了就没事了,很好,感谢大家的帮忙,真的很感谢。 一与武汉公司签约的唱片骑士宋宏德于2019年10月留在武汉工作,2020年1月23号,公司配合抗击疫情宣布停业,此后宋宏德就留在了家中,几乎没有出门。 台湾之前有经历过SARS阶段,所以大概基本上有一个底,可能会发生什么事,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,比如说口罩啊,酒精啊,消毒液啊,然后这些不出门。 我个人是觉得不至于到很恐慌,可是你说不怕不可能。 对于武汉封城导致台包不能回家,他表示体谅并说,台湾过去也因为抗击传染病疫情,将一些区域进行隔离,只不过规模没有武汉这么大, 台湾人汲取经验非常快,普通民众对于在疫情发生时保护自己的自发性很高。 他说,家人告诉他,如今台湾街头70%以上的路人都已戴上了口罩。